高雄之家平家火鍋店用餐時間做無虛席 一有人吃完離開 立刻有其他民眾補上 業者被職集冷凍食材 這樣解凍 工作人員拿著一大袋物品 往地上猛摔不止一次 吃的東西往地上摔 民眾觀感不一 來到遭職集摔冷凍食材的火鍋店 被重摔在地的 就是塑膠袋裡冷凍豬大腸 業者坦誠用餐時間生意好 來不及解凍才摔食材 強調外面包了好幾層塑膠袋 並非直接把豬大腸摔在地上 不過食安法令可不接受 民眾直擊火鍋店業者摔食材解凍 開始了 開始了